男人望着眼前深爱的女人 突然拿起枕头狠狠捂了下去 可怜女人对她一片痴心 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而望着女人的遗体 爱了她一辈子的城市路流下了眼泪 她不知道当年如此骄傲的王七遥 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 1948年 18岁的王七遥只是上海弄堂的一个普通女孩 唯一的优势就是有点姿色 虽然不是粉蛋 但干净的面容难掩角色 王七遥很清楚自己的美貌 也想凭借着这张清纯的面孔一飞冲天 很快机会便来临了 这天王七遥陪着闺蜜莉莉去剧组探班 一进门就吸引了摄影师城市路的目光 虽然此时的她留着在朴素不过的学生头 衣着也是最简单的打扮 但城市路还是对这个清纯可人的女孩动了心 临走前 城市路站起身来主动介绍自己 希望能给王七遥拍摄一份照片 王七遥嘴上拒绝 手里却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名片 她知道闺蜜一直喜欢城市路 却不想错失这个出名的好机会 最终还是偷偷找了城市路拍照 没想城市路十分满意作品 将照片送给了杂志社刊登 还推荐她去参加上海小姐的比赛 但到了那里王七遥才知道 参赛的嘉丽背后都有金主之称 投票的玫瑰一根金条一堵 前几名几乎全是内定的 王七遥这种贫穷家庭出身的女孩 根本闯不进决赛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政界大佬李终德在后台看到了她 王七遥深知怎样回答 才能激起男人的好胜心 果然他穿的雪白纱裙一登场 李终德就疯狂给他砸玫瑰 直接让他掌获了上海小姐第三名的佳纪 王七遥就这样一只脚踏进了上流社会 母亲给他介绍的包办婚姻 他也看不上眼 毅然投入了李终德的怀抱 做了他如影随形的交际花 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 就算李终德的死对头拿枪威胁他跳舞 王七遥都丝毫不为所动 可这样无私的奉献并没能放来对方的爱 当晚李终德没有留宿 而是去找了别的女人 孤身一人待在华丽的公寓里 王七遥感到无比落幕 李终德给了他富足的生活 却不能给他完完整整的爱 这个曾经轰动过全城的上海小姐 就这样一日销售下去 只有旧日好友莉莉和程氏录来探望时 王七遥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他不想暴露出自己的狼狈 只好跟李终德装作恩爱非常的样子 而程氏录也被这幸福的假象所运过 放弃了自己未能连说的感情 女人疯狂地用头砸墙 只因为被自己所爱之人抛弃 就在不久前 上海的时局越发混乱 李终德失去靠山 决定跟着能庇护自己的女人离开上海 他走得太急太痛快 以至于把自己的小情人都抛之脑后 此时的王七遥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 仍然守在空荡荡的公寓 等着李终德偶然的到访 直到李终德的仇人找到这里 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丢弃了 为了让他死心 程氏录告诉他李终德已经死了 王七遥果然悲痛欲绝 不再抱有希望 一段时间过去 上海恢复了平静 为了忘掉这段感情 王七遥毅然捐掉了这座公寓 选择成了一名护士 也就是在这里 他遇到了今生的第二个男人 康明旭是上海富商的少爷 外表英俊生性浪漫 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 王七遥并没有吸取上一段恋情的教训 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这段感情中 与此同时 闺蜜莉莉和程氏录来看他 就是好友相聚 王七遥依旧在饭桌上大秀恩爱 诉说着如今的幸福 这让心中有所激动的程氏录 再一次掐断了萌芽的爱情 只可惜王七遥的幸福是这样的短暂 不久后康家决定举家班去相当发展 为了康明逊的大好前程 而有身孕的王七遥选择打掉自己的孩子 康明逊不想牺牲掉孩子 头脑一热说两人现在就去登记 给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但他又没有与康家割席的勇气 最终只能停在路上懦弱地哭泣 王七遥看清了康明逊的胆怯 多年的磨练让他变得随遇而安 他不愿抢求他人 只想把孩子留下来 于是在康明逊离开后 王七遥花光积蓄 找了个绝症患者假结婚 只为给孩子一个身份 拍婚纱照那天 王七遥带着丈夫来到城市路的照相馆 装作高兴地给大家发喜糖 想在朋友面前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但现实的窘迫 还是在相机中展现的一清二楚 不久之后 王七遥的女儿出生 自此他的人生中多了一份责任 康明逊得知女儿降生也来探望 两人坐在炉子边很久没有说话 我人到了香港不在你们身边 但这点钱我暗时还是会记到 自此康明逊除了每月寄送点钱 就再也没有来探望 王七遥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好在城市路经常来看他 给他带来了久违的温暖 而这样不加掩饰的付出 也终于被城市路的妻子察觉 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 城市路一言不发没有挽留 妻子走后 他便以朋友的身份陪着王七遥 打理着家中大小事物 两人一个未娶一个未娶 原本是在一起的最佳时机 只可惜王七遥从来没有爱过他 于是城市路便守着朋友的身份 从未有过越界的欣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城市路被派到乡下改造 被迫与王七遥分离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两人在相见时 都成了久经风霜的中年人 心中的千言万语 最后也只是化作了一句寒暄 此时王七遥的女儿已经长大嫁人 可生活却不尽人意 丈夫懒惰胸无大志 整日在家务和工作中挣扎的 他想要出国流血 便把主意打在了王七遥的养老前上 听到女儿的打算 王七遥勃然大怒 但终究心疼这个唯一的孩子 只能拿了钱给他 女儿如愿地出国深造 独自一人的王七遥却再次寂寞了起来 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 年轻时是经验全程的上海小姐 如今人老朱黄 依旧能找到二十岁的小伙谈恋爱 两人的年纪虽然相差甚远 却不影响他们相互吸引彼此靠近 王七遥的美貌 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更有韵味 而老柯身上的年轻朝气 也让王七遥流连忘返 城市路得知两人在一起后 第一次对着王七遥发起了脾气 陈迷爱情的王七遥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他根本不把城市路的爱放在眼里 而城市路的警告也在不久后一一应验 可王七遥有过几次亲密后 老柯就发现他皮肤松弛 睡觉流口水还打呼噜 直接半夜骑车离开了王七遥的家 失去了老柯的爱好 王七遥的世界彻底空了 他为了自己可笑的自尊心 竟然提出用金条收买老柯 希望他能陪自己走完余生 老柯拒绝了他 跑到外地去做生意 王七遥找到城市路诉苦 说自己一生活的这么用力 每次都毫无保留的去爱 却总是被人伤害 而城市路只是恐笑 被子的爱 在王七遥的眼中从来算不上什么 不久后 老柯生意失败回来 还四处被警察追赶 他希望王七遥能够收留他几天 但王七遥此时已对这个男人心灰意冷 愤怒地让他离开自己的家 这冰冷的态度成了压死骆驼的最负一根稻草 老柯怒火攻心 一气之下将他捂死 等城市路赶到时 看到的只是王七遥风竹残眠的遗体 许多人看到最后 对王七遥的结局恨铁不成钢 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一种圆满 却始终受到命运的捉弄 他曾经是站在上海的最高点 对一切唾手可得的女人 可他却偏要在最不可托付的男人身上 得到世间最纯净的爱情 王七遥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是忘物的 无私的 所以最终他也被卑微补习 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王七遥的爱情自始至终都在寻求